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3月31號 民主派47人參與35家初選 涉嫌爭取立法會過半無差別否決裁案被控 16人否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認罪的趙家賢今天繼續作供 刑事檢控專員就將趙家賢在2020年3月底的 WhatsApp對話紀錄逐一展示 趙家賢看完對話紀錄的時候就作公說到 不同政治光譜的團體或者人士對怎樣協調 用不用初選都有不同的意見 趙家賢之後就提到 在4月14日舉行的新界東第一次協調會議 會議大約在晚上7點半之前開始 由於在旺角教協會所進行 所以要準時完結 不要阻人收工 最遲只能夠進行到晚上9點半 趙家賢就益述當日需要完成區議會會議之後才趕到 大約8點多 期間亦都忙於區務 沒有專心會議 就說可能有些起控位才留意到 所以要求民主動力的總幹事 黎敬輝幫忙記錄重點 法官就追問起控位 趙家賢就回想 會上就說到 我記得有些議會者 見民主動力在 因為直接開名說民主動力 我會豎起耳朵 有些本土派就覺得民主動力是民主派的大台 因而他們就覺得做協調初選 民主動力不應該在 會道 檢控專員就引述黎敬輝起會後為趙家賢做的會議筆記 當中就提到必須有共同綱領 又指共同綱領的原則是否決財政預算案 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 今次的任期可能只有7個月 法官的追問下 趙家賢確認內容和他的記憶大體上是一致 補充當時倚靠黎敬輝做紀錄 檢控專員還引述同日戴耀廷的文章 《攬炒的定義和時間》 內文就指 攬炒的定義可以是指 立法會被解散和特首辭職 亦可以是指特區政府運作停擺 亦可以是指中共正式宣布一國兩制結束 立法會過半能否帶來這些後果呢 還有說到如果財政預算案被拒絕通過 特首可解散立法會 政府一般會起3月初向立法會提出財政預算案 相關法案會起5月初交立法會表決 所以最早出現解散立法會的時機 就是新一屆立法會會期開始後 大概7個多月 趙家賢看完之後 補充自己記起會上 有一名來自本土抗爭派的男子 提及留意到上述戴耀廷的文章 對文章表示贊同 戴耀廷就說 用一些給這篇溫和很多的字眼 去介紹這篇文章 但是就沒有詳述傳聞 趙家賢就覆述戴耀廷當時的解釋 就說 我的意思是想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 要去否決財政預算案 而這個才是一個籌碼 跟中共去談判 所以他再說 大家當選的話 就預了做得7個月而已 趙家賢繼續益述 說到 當時戴耀廷有說過 如果大家做協調的話 可能做民調或者初選 大家都應該要有個共同綱領 他會收集大家意見幫手起草 然後個別發給有關的人士 當中說到戴耀廷就提倡 積極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 否決財政預算案 有帶出這個方向 這麼說 趙家賢回想 當時有部分的傳統泛民主派政黨 就表示疑慮 就說 不通在醫院 在學校撥款都反對呀 會議隨即開始有少少火花 他就說到 我就是很記得 本案的被告之一周家成 他就對傳統民主派這些顧慮 作出很強烈的批評 他覺得民意就是要選擇 抗爭人士入立法會 要用盡方法的政府回應五大訴求 所以字眼上應該更加進取 是會否決的 今天的作供 挺重要 而且重要是 會議筆記 會議筆記有說到 必須要有共同綱領 而共同綱領 原則是要否決財政預算案 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 這裏就相當重要了 會議筆記寫到他們 目的是要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 從而去否決財政預算案 不需要理你這個財政預算案是好還是不好 包括最後那些作供 某些人說到 難道建學校 建醫院那些都反對嗎 對呀 我為了要迫使你的特首解散立法會 我什麼都要反對 今天的這個作供 應該將會是相當重要 在下一則的消息 我不知道這一則叫做搞笑花生 還是嚴肅新聞 很誇張 誇張到有些搞笑的嚴肅新聞 說到美國正在推動一項 禁止民眾使用TikTok的法案 除了禁止民眾使用TikTok 法案還規定 如果美國民眾使用VPN訪問TikTok 將會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 並且最高罰款100萬美元 可能出於某一些很自由又很神秘的原因 美國主流媒體對此並未有做到過多的報導 但是並不妨礙這個話題 在海內外的社交媒體上 成為熱手 有美國網友就對此表示相當憤慨 今天留言說到 等待1.5億的美國TikTok用戶 出來反抗 亦都有應該是中國網友出來調解一下 就說相當美式自由 除了罰款和坐牢之外 這個法案還規定了 美國商務部長將會成為 允許和管理這個技術的實際權威 並且可以對於他們認為有安全風險的對象 發佈禁令 此外 法條當中在明了對手國家的定義 就是任何從事嚴重危害美國國家安全 或美國個人安全和保障的外國政府或政權 也就是說 這條法律是隨時可以被美國商務部長擴大解釋的 法案當中也有明確在明6個現在的對手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香港和澳門 還有古巴 伊朗 朝鮮 俄羅斯 委內瑞拉 至於這個法案的適用範圍 包括任何手機上的Apps 電腦上的軟件 銀行 支付應用程序 Apple手機的即時通訊 或者其他短訊軟件 甚至是一些智能聯網的冰箱 即是電器 這個法案更加不僅僅僅僅於個人 還有實體 內容當中還特別提到公司 公會等字眼 美國福克斯新聞主持人 就在3月28日的一個電視節目指出 就說事實上這條法案的目的 並不是封禁TikTok 而是為了賦予美國政府極大權力 去懲罰美國公民 並且監管他們的通訊方式 如果你被政府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 譬如你說反對向俄羅斯開戰 那你就可能被扔入監獄那裏坐20年了 這個法案的條文內容 在海外社交媒體上引發 獻然大波 有網友表示 應該禁止所有現在的政客 再次成為政客 因為他們很下流 很多的留言 Simon就不一一陳述 因為戲劇性的一幕來了 就在美國網友對這個法案口誅不伐的同時 美國白宮又發佈了一條由剪影製作出來的視頻 背景音樂是TikTok模板附帶的音樂 這樣令廣大的網友全部呆了 美國媒體報導 儘管TikTok被美國政府禁止 在政府設備上使用 但白宮仍然使用剪影 去剪輯製作宣傳視頻 這樣就凸顯了白宮 恭喜所謂的國家擔憂和政治傳播戰略之間的 自相矛盾 Simon 補充一下資料 剪影其實就是TikTok免費提供給用戶 用來剪輯視頻的軟件 美國政府說TikTok很危險 要禁止它 但自己在用TikTok提供的免費剪輯軟件 去製作政府的宣傳視頻 真是夠過癮了 在下一則的消息 好像是一兩日前 跟大家看過文匯報的一則報導 說起那些軟寫的 是不是剝削的情況 那則報導有些新的跟進 他就說到各行各業人手短缺 適度輸入外勞能夠近火 當中軟寫護理原行業先事先行 成為往後各行業引入外勞時的前居之鑑 香港《文匯報》連日揭露護工的不公遭遇後 據悉勞工處日前已經對涉事的軟寫展開調查 軟方可能以終止僱傭合約 迫使護工離港來阻撓調查 立法會議員陸仲雄指出 輸入外勞制度有三大漏洞 中介沒有網管 舉報以及調查困難 以及缺乏對外勞的支援 當中 不法中介和院舍經常利用 護理員的工人起 異鄉的膽怯心理 通過償還獻身 了事 加上外勞逗留條件規定 他們離職兩個禮拜之內 必須離港 一旦離境 勞工處以及社署的搜證工作 就會陷入困難 事件也都不了了之 陸仲雄就促請政府 著情延長他們的逗留期 以及協助他們在香港轉工 將不法之途 承之於法 大概說到這裏 細節就不跟大家看完 不過也有一幾段 想跟大家看一看 老實說看完有點激氣 那篇報導細節裏面 部分就有說到 香港現在引入不少公種的外勞 除了外籍家庭用工 補充勞工計劃又涵蓋 酒店製造建築運輸等行業 不同職位的外勞 以院社護理員的黑扣問題 較為常見 有業內人士就承認問題存在已久 但是護理員相對外勇 更加孤立無助 說到外勞一個禮拜都總有一次聚會 相互之間支援強 亦都比較清楚自己的權益 敢於發聲 更加有領事館撐腰 但是內地護理員來到香港之後 就沒什麼支援 他們越忍受不公平的待遇 就越遭到核購 另一段還說到 外勞抵達香港之後 少數人有幸去到工營院社工作 脫離無牌中介的壓榨 但是也有部分人來到私營院社之後 無法逃出無良僱主的魔掌 根據了解一些內地或香港中介 和院社合謀 將外勞當成要前述 以各種手法 克扣工資 說到中介和院社 瓜分外勞的工資 中介固然有額外的收入 院社也省一筆人工 兩者都有共同利益 有業內人士就指出 整個輸入外勞制度下 中介或者家政公司 在兩地的現行法例下 沒有嚴格的專業要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陸仲雄就直言 克扣情況 在安老院社界 是潛規則 工聯會過往也收到一些零聲的投訴 曾經有護理員更加被克扣高達10萬港元的人工 是在工會介入之下才討回工資 他批評香港現行的制度缺乏監管 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對協助申請外勞來港的公司 採取認證制度 或者安排由非牟利機構擔當中介角色 避免有人從中混水摸魚 壓榨外勞 說到當中 中介公司一層一層剝削 甚至成為壓榨系統的一部分 就有必要撥亂反正 否則除著更多外勞輸入香港 壓榨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 大家看到這個後續報道 一來真的有點生氣 情況 真的不幸地 算是比Simon上一期估中了 這個情況 到底是個案 還是在行業中普遍的情況 大家都看到 現在立法會議員都跟你說 潛規矩 這個似乎是個普遍的情況 希望能夠妥善處理好 Simon也再說一次我的觀點 保障好這些外勞的權益 間接保障使用這些服務的人 其實就是香港人 這裡是講那些長者 在下則和大家看一則小花生 英國內政部近日在社交媒體Twitter宣佈 幾百名在1997年7月1日前 曾經起英軍服役的香港人以及其配偶 子女將可以起英國定居 預計2023年秋季開放申請 英國內政部聲稱 這個是對有關人士曾經起英軍服役的 仍可敢說的 但是在1984年 中英兩國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之後 在英軍服役的香港人的居英權 其實就遭到當時的英國國會否決 只有很少量的人 獲得英方批出居英權 想不到幾十年之後 英國人突然轉勝 值得注意的是 英國政府雖然自稱有關的計劃 是為了感謝那些曾經起英軍服役的香港人 但是就引來一些外國網友的疑問 我就留言問他 在阿富汗戰爭當中 為英國工作的那些阿富汗人呢 你們又接收了多少呢 在2021年8月26日 英國在阿富汗近20年的軍事部署 挖上句號 不過英國國防部就透露 還有1100多名曾經為英國工作的阿富汗人 就被留在赫布爾 當年12月 英國內政部又修改一系列的移民政策 屬世阿富汗安置以及援助政策的覆蓋面 只有生命安全面臨所謂 高風險和迫在微切的威脅的阿富汗人 才符合移民資格 這個舉動被視為英國政府對阿富汗人 關上大門的 懶你為英國賣命的阿富汗人的生死 轉頭卻對幾十年前起英軍服役的香港人 施捨這個居英權 英國政府 葫蘆入面賣什麼藥呢 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都有些疑問 大家想想 幾十年前起英軍服役的那些香港人 又做過些什麼事 為英國賣了多少條命 打過多少次仗 竟然可以享有 近年為英國賣命的阿富汗人 擁有更高的待遇呢 或者不是因為你付出了些什麼事 而是因為香港人普遍比阿富汗人更有錢的 好啦 今天的消息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